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美国加州预定6月15号全面防疫解禁 4月15号起扩大开放16岁以上民众接种肺炎疫苗 不过开始出现网路预约秒杀 旧金山湾区的疫苗也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有民众想到变通方式 宁可开车到远一点疫苗较为充足的地区施打 美国加州预定15号扩大开放16岁以上 可接种武汉肺炎疫苗 旧金山湾区目前出现了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形 盛河西这处临时接种点 原先采取现场排队 每天提供2000剂疫苗 现在已改成上网预约 实际上网操作预约系统 很多人都会得到没有预约名额的画面 得不停刷新页面 已是在是 想打疫苗却难预约 也有人想到变通方式 开车到远一点疫苗较为充裕的地区施打 根据洛杉短时报统计 目前约有36.5%的加州民众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 中央社记者周世慧 旧金山报导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夫婿 与菲利普亲王九号辞世 赏七寿九十九岁 菲利普亲王二月中旬住院治疗心脏素疾 前后住院二十八天 三月中返回温莎城堡修养 辞世消息一公布 英国各界同声哀悼 西闽寺当天晚间六点敲钟九十九下 象征菲利普亲王在世的九十九年 菲利普亲王毕业于海军官校 二次大战期间英勇作战 战功曾受表扬 海军生涯量力可期 不过伊丽莎白二世在1952年 两人结婚五年之际 登基为英国女王 菲利普亲王选择放弃海军生涯 做女王背后的男人 创下英国在位最久君主的记录 2017年亲王退休卸下王室公务 也写下执行王室伴侣任务最久的记录 菲利普亲王和女王间谍情深 他伴随女王走过73年 女王也曾说过 菲利普亲王是他的力量和支柱 不少合影都可以看到 他总是温柔注视着女王 菲利普亲王以幽默著称 但他心直口快屡次失言 也引发不少争议 他可能是很严重 但他一直都很友善 前往的世事各界领受皆表达哀悼 总统蔡英文也代表我国政府与人民 向英国政府及大英国协人民至上深切的哀悼 根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导 菲利普亲王丧礼预计17号举行 目前尚未公布细节 出走王室的哈利王子预料回国参加丧礼 妻子梅根因为怀孕 可能不会同行 哈利王子夫妇先前接受 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欧普拉专访引发争议 哈利王子这次回国与扎人面对面 王室互动也备受瞩目 张摄综合报导 滑冰选手在雪白赛场上帅气竞技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倒数计时 中国各地紧锣密鼓筹办赛事 不过最近西方社会批评 中国镇压新疆香港等地区 侵害人权自由 扬言要对冬奥掀起抵制潮 那美方会跟进吗 强调目前没有改变计划 但美国没把话说死 只表示会拉自家盟友 站在同一阵线 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越来越高 加拿大也不落人厚 保守党向总理杜鲁道喊话 要求杜鲁道向国际奥委会施压 换国家举办奥运 不能再让有种族灭绝行进的中国举行赛事 英国反对党也呼吁强生政府 必须采取行动向北京说不 国际奥委会回应将会维持中立 分析人士指出 抵制冬奥的可能选项 除了像1980年西方和中国 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集体抵制 莫斯科奥运 也可能各国领导人不出席 开幕典礼的外交抵制 不论如何体育赛事受政治阴霾笼罩 加上疫情尚未停歇 明年北京冬奥能不能顺利举办 持续增添变数 中央社综合报道 全球视野除了在中央社网站 和华视频道看得见之外 也有粉丝团咯 只要在Facebook搜寻关键字 中央社全球视野 或是扫描QR Code就能找到 我们将持续为您推荐 国内外最夯的新闻时事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 让全球视野打开你的视野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 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步 通漫画面中整辆休旅车 车头壮烂 车身凹陷 翻覆在树丛草草地上 45岁高崇名将老虎伍兹 日前在洛杉矶发生严重车祸 被紧急送医抢救 除了腿部骨折 手心它意识清醒 顺利逃出鬼门关 外界除了关注 能让伍兹保住性命的这台汽车 也提认到汽车安全 是车辆发生事故时 减少伤害的重要关键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IHS 日前针对2021年车款做安全鉴定 分别就驾驶和副驾驶 正面偏位撞击 侧面撞击等车辆撞击强度进行测试 评测结果 伍兹自己代言的韩系豪华休旅车 获得优良评鉴表现不俗 IHS每年都会发表 各上市车款的安全与防护性能评鉴结果 今年共有90个车款 获得Top Safety Peak安全评级 远高于去年的数量 IHS表示 今年各车厂测试表现都有所提升 韩系集团的现代汽车和KIA汽车 在最新一轮撞击评估中 已有12款车型获得安全评级 堪称2021年IHS车辆撞击测验安全的 最大赢家 庄社综合报导 中华职棒球员现身机场 广播邀请球迷登机 台湾虎航与乐天桃源合作推出彩绘机 为旅行团首发出团 台湾约双率投手黄毅正和黄子鹏化身空笑 体验一世空服员 我觉得蛮新奇的 自己可以在飞机上做了那么多事情 还有要登机之前的广播 也让我们去体验一次 蛮不错 蛮新鲜的 觉得这个体验真的可以让我记在心里一辈子 飞出去的时候还蛮开心的 因为很久没有飞 虽然是说还没有真的到国外 但是还蛮期待就是 之后疫情真的好转之后 大家又能够再出国去玩 圆凤应援搬上空中 各天女孩在机场走道大跳应援舞 还带着联名商品走秀 两个小时的航程在空中还翻天 从来没有在飞机上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 什么事情都做了 所以就觉得很有趣的一次经验 就是有当空姐的感觉 虽然说我的身高就是还不够 现实中没办法实现 好长的就是别人 就是烂热室 配合虎航彩绘机首航 桃园国际机场伊航夏 BER后机室也打造成专属见面会 除了王毅正 黄子鹏 刘契同德 二天女孩也加入竞赛和球迷渡过南旺的回旅行体验 章时记者张欣慧 桃园报导 但您关心印度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过去一天增加14万多个确诊案例 再次创下单日新高 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石特拉省 上个周末执行封锁 规范民众非必要不可外出 非民生必须服务的商家也得关闭 并且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 接下来印度当局端看疫情发展 不排除全面封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我们在华视频道上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 也得到的 普通人员 我们在华视频道上 都要有1个问题 15分钟 可以 我们愿化 三个死伤 三个人 我们在阻振 都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